2012年苏拉台风重创花莲绣林乡的河中部落 大规模土石流淹没部落道路以及住宅 匿名当地的居民回想当时情况还余悸犹存 那个时候半夜三点多了 结果我们不知道是土石流 那个水一崩一下的时候 那个时候黑水什么那些把水打包的顺便抹下来 我那个孩子用背的背到那个活动中心 长年耸立在部落后方的山脉土遭巨变 昨日将矛头指向上方的台泥矿区 台泥熟料生产线是因红红作响 但是花莲和平厂的厂长陈青 根据农委会及国家灾防中心的调查 当初台风造成的土石崩落与开矿无关 主要来源是来自于另外一端的野稀部分 所造成的一个冲刷 并非来自于我们台泥这个矿场 而且可以从那时候的空拍图可以看到出来 我们台泥部分这边矿场 其实都还是保持这个树木 都还是就绿化了一个相当很好的景气 并没有一个冲刷的痕迹 台泥和平厂区加上矿场 总共有33%左右的员工是花莲绣林乡 在地的族人 不如族人在就业机会和环境破坏之间 常常感到两难 要反对也是不能反对 因为我们就是在这边生存 在这边工作 如果是有违害到人的话 我是觉得说也不要是比较好 京昌实况厂在2007、2008年 就已经分别通过水土保持和环品审查 但由于县府的八部政策和其他行政程序 迟至今年正式开工 不过由于环品法规定 开发许可合法的三年内 如果没有进行开发 必须提出环境现况差异分析报告 再加上近年极端气候影响 和中部落族人相当忧心 不过台泥承诺 未来每一年或每半年 都会带族人到矿区现场 了解作业情形 以透明公开方式降低疑虑 其实我们在5月24号 针对这个合作的族人 我们也办了一个 所谓他们到矿商来做一个观摩 一个参观我们如何采矿 如何做一些参观的水保设施的 一个学习活动 基本上大家看过以后 对我们开场的一个了解以后 相对的话在这些疑虑方面 也比较有这个厘清了 虽然经常矿场动工是经过 主管机关经济部矿物局何可 不过环团和部分 合中部落居民依旧认为 依法还是应该要经过环差分析 虽然说环保署的事情 细则38条之一有说 这个认定是由这个 目的系列主管机关来做一个认定 但它并没有完全就是否决掉 这个环保署它有最终认定的权限 根据环保署预告的环平法实行细则修正 未来将删除38条之一 就是考量到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所做成的开发行为许可 法律依据及形态众多 无法落实环平法真正的立法意志 而环团认为这也代表环保署 已经意识到现行核定矿场开发的相关规定 是有疏漏之处 近日喜故大陆花莲秀林采访报道